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弹攻击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邮轮 该声明指称 不论船只悬挂的国旗或船东的国籍为核 开往以色列的船只 都将成为我们武装部队合法攻击的目标 这边我们看到 nationality 是国籍的意思 她拥有英国国籍 接着看到 legitimate 是合法的意思 军队必须将权力交还给合法政府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记得按赞 订阅 追踪 开启小铃铛 看君文学英语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